TVB艺人罗天宇8月12日现身香港沙田某商场出席活动 罗天宇透露小的时候有段时间很喜欢打游戏机 气到妈妈直接将电脑扔到了地上 而入行后也有和谢霆锋、洪天明等好友打线上游戏 但始终不敢太沉迷 另外,罗天宇的好友于德成 今日在室外踢足球期间一度昏迷 并进入神切治疗部观察 而在失去了意识两天后 他终于脱离危险苏醒 令大家都暂时松了一口气 不知道平常也爱做运动的罗天宇 会不会在看到老友的这次恐怖经历后 更加注意保护身体呀 自己就是要小心点 有一天就是 就是Dixon那件事出的那一天 就是我弟弟就message我 就是跟我说叫我小心点 因为我的小时候的心脏都有一点问题嘛 所以他跟我说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窩心 对,有点感动 谋方全媒香港报道